嗨 歡迎收看命運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靖淳 來…我們趕快從命裡來看新聞 來看看最近這個熱門的新聞人物 他們本來不是看起來都很厲害 但是還是會被有抓到的一天 而且話再說回來 我們百姓過得這麼的辛苦 然後這些高官你們夠了 真的 夠 吃香喝辣 還有三個女朋友 太多了吧 來 趕快現在歡迎我們命運老師 首先歡迎文恩老師 大家好 嗨 接下來歡迎黃優布老師 嗨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風水大師 陳貴老師 大家好 好 來 來 歡迎幾位來賓 好 首先歡迎王瑞德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陳高聰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黃光潔 大家好 也好 來… 我的調換位子嚇一跳 沒啦 怎麼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夜市文 我的天啊 太誇張 三個女朋友 貪污於義 不要這樣啦 來 問一下 瑞德 這個… 他到底有多奢華 這新聞桃園 他的奢華程度 那麼單單就他出事前 當桃園縣的副縣長 那麼他住的一個地方 事實上他本來不是在那個地方租房子的 事實上他是說他公事繁忙 因為很忙嘛 因為忙著喝酒應酬嘛對不對 所以晚上回不了家 所以要求桃園縣政府給他租房子 他自己去挑目標 好 挑挑了一個什麼呢 有桃園地保之稱的一個豪宅 那他的月租費 其實大概是台幣8萬塊 那麼他用4萬塊的代價把它租下來 不過這4萬塊的代價呢 是我們全民買單 因為是縣政府補貼 好… 所以他用4萬塊補貼一個房子 那你覺得這個很大嗎 不 這是裡面所有的錢裡面最少的 為什麼呢 後來去清查他 對 我們看新聞在想說 大家馬上好才4萬塊 對 沒有錯 這個是用公家買單的一個房子 租了一個豪宅 那事實上後來清查了以後 嚇了一大跳 因為他退休 營建署署長退休大概一個月 大概10來萬 然後他副縣長的薪水 大概也是10來萬 20幾萬 可是他有一個7000多萬的豪宅 那除此之外呢 又意外查出來 他買給這個陳姓小三 從建商那邊 當然可能用一些 他的個人的人脈的關係 拔八拔小三 在新莊又有一個豪宅 兩個孩子各有一棟 在戲子又有一個房子 總共房子又有四戶了 這個四戶的房子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平常大概在當營建署署長開始 每天晚上都喜歡喝酒 一定要喝酒 喝酒 喝的都是好酒 21年了 35年了 這種好的洋酒威士忌等等 而且呢 他有一個很堅持的一個原則 他絕對不自己買單 就是說叫廠商買單 或者是說叫其他的部署來買單 部署可能也有特資費嘛 對不對 叫他們來買單 他偏偏過這樣的生活 那後來是因為有什麼事情 因為他後來的署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電話裡面 其實一開始都是滿謹慎的 都沒有讓人家發現 那這一次是因為跟遠雄 趙騰雄 趙老闆 然後要錢開口要了2600萬 那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急著用錢 所以他急著在端午前拿 錢拿到1600萬 所以忘形在電話裡面講出來 是因為這個講出來了以後 才Bingo 連政署才把他抓起來 還急著用錢 還急著用錢 可是你要知道 他現在所查扣的錢 已經超過了大概有三四千萬了 那這些錢超過了 跟趙老闆所勒索的錢 表示他還有跟其他的人 勒索這個錢 而且還包括其他的帳戶 都還在陸續清查當中 所以算一算 黃地產跟不動產跟現金對不對 跟動產已經超過兩億多了 那這樣子感覺上 新聞還沒有報出來的 大概有哪些單位跟哪些人 都會在批批出來 是會望上嗎 他應該不是故意 對趙騰雄老闆有意見 所以只收你的錢 故意找你麻煩對不對 一定不是這樣 因為營建署 是管全國所有的重大的標案 比如說桃園五千多億的 航空城等等 還有很多的東西 所以呢 我想 所有的建商 應該都有可能被他勒索過 聽說有一位 很有勒索的對不對 被他勒索 就贏眼良銀老闆 任態的老闆 他就拒絕 你知道嗎 可是你拒絕你必須冒風險 我就會找你麻煩 是 你就不會得標 所以我想很多的建商 人家說何為貴嘛 求財不求氣嘛 很可能都有給他錢 講到找麻煩 說還有什麼 搶警察的老婆 當小三 他的下屬的老婆 他現在呢 陳姓小三 事實上前夫就是 這個國家公園警察 對的一個警官 好 那時候 因為他老婆 等於說在家裡帶小孩膩了 所以讓他到國家公園 等於說管理署這邊 你說的就是這一位是不是 當公友陳小姐 那個陳小姐 對 那個陳小姐 看起來很不實 然後呢 然後就是因為他老實 所以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小三不是應該美艷型的嗎 不對 葉世文喜歡那種 看起來我可以掌控的 所以就可以把錢 所以他戶頭在裡面 那你本來想說 最沒辦法光琴這樣 對不對 謝謝 光琴太精明了 頭髮好像人家會怕 對 所以就是他下屬的太太這樣 對 沒有錯 他本來是帶他的下面當公友 結果進一步就變小三了 從公友 就變小三了 對 來… 我問一下高高哥 您親眼看過這個葉世文 就變成他的豪宅 我跟你講 這一棟 他住的這一棟是最近 在桃園裡面 非常有名的豪宅 是桃園的地方 他是在義文中心裡面的旁邊 中正路進去一個 莊敬二路的地方 那進去裡面 它有兩大棟 它坪數都是大的 但是進去之前 又有一個噴水池 上面有一個雕塑 我曾經跟幾個朋友 在那邊抽菸 人家說 豪宅在面前 不要在那邊抽菸 好 我們趕快去把淹地 一個人還管制 淹地還有管制 開玩笑 然後那個噴水池裡面 上面那個雕塑 是非常有名的雕塑 後來我曾經潛伏 潛伏進去到它整個車道 潛伏在噴水池裡面 不是 從噴水池旁邊到車道 你知道車道裡面的車子 你潛伏在那邊幹嘛 了解一下 都住哪些人 什麼樣的指數 裡面進去裡面的車子的類型 不是Porsche 就是都是雙B的 就超跑就是 那簡直都是在進去裡面 我那天看到兩台超跑 還是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如果到六七點回家的時候 我們進去都是超跑 等於是超跑的吊車場 不是 超跑的展示場 代表那邊非富極貴 那他進去那個大廳裡面 上面一樓的上面 整個一樓 大概調高是六米八 一樓六米八很高 就進去就是飯店四箱 好像是軍樂飯六米八 是… 比我們聖筒要高 然後那裡面有一幅 一幅非常特殊的畫 是用銅雕的畫 那個畫裡面 把所有的桃園裡面的百年老店 全部都寫進去 所以裡面非常文化的 好 那如果進入到夜市 因為我的朋友是住二十一樓 他住二十二樓 其實那裡面一百多坪裡面 夜市人住二十二樓 對 你朋友住二十一 一百多坪裡面 大概是 感覺上是幾十寸的這個電視 好 那另外它的客廳 是非常的豪華 非常的寬闊 他來夜市人的電視聽說 就要三十萬 八十寸 八十寸以上 那裡面當然紅酒 所以他一個月租金四十塊 配銷 不可能 租給你好不好 你別說我大概搶租錢 搶標錢 那個月至少八到十萬以上 那一坪房價 現在大概已經 接近四十萬左右了 所以他非常的奢侈 有一棟好財 來…我們休息一下 進入廣告回來 我們看一下面相 什麼人的面相 只想要好看 好 不錯 來…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桃園縣前副縣長 葉士文先生 就我們命理節目 看到我們這個報導上 應該是水瓶座 是 水瓶座 碰到我們趙彤雄先生 天瓶座 兩瓶加在一起 都很浪漫 他們現在 已經快要各住一瓶的空間 我們來問一下光景 是 葉士文先生 他那個權力最大的時候 是有多大 其實你要知道 看起來很樸素 一般沒有 沒有人家看的時候 大家都看不出來 其實你要知道這個 內政部的營建署 它管整個規劃 大是大到什麼地步 大是大到像那個 航空城 五千多億的一個案子 四千多公頃 然後小到合一住宅這種 可是合一住宅 它有每個 像這個我們現在都知道 所謂的葉士文模式就是說 我們平價的這個 本來那個合一住宅 叫平價住宅 對 但是給中低收入 就是說你的收入 大概最下沉的兩成 20%的那些收入者 結果一坪大概14.9萬 或者是最高不會超過20萬 19.5萬 福州就板橋福州 那個19.5萬 像A7的這種像龜山的那個 14.9萬 就是它的是15萬的 在當地的那個行情 算是低的 所以一大堆人搶購 都已經這麼低了 也沒什麼利潤 還有什麼會A的 對 那為什麼建商會搶進 因為葉士文模式 它就開放說 這個一般的這些 收入有限的這些民眾 的確是一坪14.9萬 那建商賺什麼 賺好幾成 第一個 店面它不受制於這個價錢 一二樓讓你盡量賣 那個遠雄常常 你看不管是未來系列 他常常是給你說 我們招商都是精品電競柱 那他會店面 他可以一直喊價 然後車位 他也不限制 看著賣 但是有的合一住宅 他有限制 這是所謂葉士文他的模式 就是規矩由他定 然後遠雄又特殊 他是一條龍市的 譬如說他是搞廠辦出身的 然後他的這個所謂的建材 他也自己拿 他自己蓋 然後銷售的時候 他也不要 所謂中間有代銷人員 所以他全部都省了 所以用很小的這種成本 一坪可能只有10來萬的這個成本 一個建坪大概10來萬的成本 然後他賣出去 然後再加上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所有的他裡面的那個油水非常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還要花1600萬 其實葉士文叫價2600萬 可是為什麼要花這種不成比例的 這樣一個金錢去打通呢 原來這裡面是有利可圖的 那現在只抱遠雄一家 那其他的合一住宅 其實也是葉士文 那為什麼江宜化他要撇清呢 因為是江宜化做內政部長的時候 合定的所謂的合一住宅 那時候院長是吳敦義 所以這樣一路下來 其實每個人都屁屁出來 因為還有69箱的機密文件 並沒有曝光 所以我們現在跟大家整理一下 因為現在案子實在太多 爆了所謂的巴德 巴德只有2.2公頃 非常小的 你看2.2公頃去比較我剛剛講的 4000公頃那個航空船 那個是小屋建大屋 巴德爆了 林口也爆了 現在不能叫林口 那龜山啦 龜山的A7站 那你說這兩個合一住宅罷 那板橋福州有沒有問題啊 那除了合一住宅 其他案子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幫大家整理 你知道現在查葉士文這個脈絡 後來我發現說 他真的是無意不語 你知道嗎 我們最近跟很多這種 包括當事人來錄影 你知道有個淡海新市鎮 在淡水 那一片不得了 那一片 那個真的是蓋了上萬棟都有了 那是一騎 一騎進駐屋本來是說號稱說 要30萬人 現在連3萬人都沒有 大概1萬3 空城來的 那到2006年的時候 那個要搞二騎 結果後來那是貶政府執政 結果監察院呢 他們就給一個糾正 糾正營建署 也糾正相關機關 說不能再搞二騎了 結果後來葉士文 當了營建署署長以後 他大搞二騎 那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圈地已經圈到三騎了 後來聽說他直接還跳過二騎 二騎被卡住了 那他就直接跳規劃三騎 你想想看 一騎都還沒有消化完 他跳到二騎 三騎 是因為很多人已經買地 買進去了 所以他必須要配合 連上海新市鎮都這樣搞 一個監察院已經糾正的案子 那另外 桃園航空城 夠大了吧 那這個關係到時候 葉士文為什麼會到 桃園縣就當副縣長 他是我們看去年的時候 這個環節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嘉義花 拓爆 有問題了 就叫當時內政部長李鴻元 這個人不能留了 也沒告訴他原因 那後來呢 這個當然嘉義花想擦自己人 李鴻元因為跟他有心結 不讓他擦 不讓他擦他用自己人 好 以為沒事了 結果呢 這個葉士文呢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 他就跑到桃園縣副縣長那個任內 好啦 你知道航空城是 這個桃園縣政府 他們也在裡面 就是說作為其中的一個環節 所以他就變成說 從國家的重大的計畫建設 由葉士文所核定 一核定那個房價 那個土地就往上漲了 他又兼所謂的區域小組的召集人 那這樣一尖下去 等於說前手是李朝枝 也是吳伯雄家族的人 然後後面換手的葉士文 也是吳伯雄的人 吳伯公的人 是吳伯公從他過去 大概幾十年前 就一路這樣子 拉拔他 譬如說那吳家是否認的 你看 葉士文的那個 陽明山管理處的那個位子 是誰給的 其實吳伯雄給的 然後後來呢 就禁任吳志陽怎麼在撇清 可是那個環節一弄下來 其實也就是吳伯雄的人 安插在那裡面 那你看 桃園航空城 那葉士文又土地遠雄 為什麼 因為遠雄很早也是去圈地了 他本來喔 13多公頃就夠用了 就他把它擴大到好幾百公頃 一擴大那個範圍喔 大到說連朱立倫的岳父的那個 所謂的舊的那個 永廚公司的1萬多坪土地 也在那裡面了 然後這塊土地又跟未來的 自由經貿區 又重疊了 那所以這個遠雄不只是 可以在台灣航空城拿到好處 以後資金區 還可以有免稅的這些優惠 所以你就看 這好處是戰盡了 十里公頃又快到 所以這樣的案子還不少 包括什麼那個 馬朝溫泉案也是遠雄 打算在那個土石流啊 從1965年代 就開始土石流的那個地方 一塊基地他們也早就 那個滿下了 想要在那邊蓋一個溫泉的飯店 所以你看每個案子 葉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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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跟遠雄沒關 也是葉斯文 對 剛剛關於你講的 我補充一下 其實2600萬算少的 2600萬的匯款 就是跟人家要錢對不對 算少的為什麼 桃園航空城是5000多億啊 那個離譜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那個池塘對不對 最不值錢的池塘 有人專門在收購炒作 那你池塘是不值錢的嘛 你只要一轉手航空城 就變成黃金水 為什麼呢 只要一徵收航空城 一開空的話呢 它徵收你這個土地 給你四成變成建地 你本來是不值錢的池塘 你可以回收四成的建地 那個獲利是十倍以上的 是 這講下去要動搖國本的 我跟你說 來…我們先從 你有什麼好氣的 人家他還是有情有義 他有跟建商A房子 登記在小三的名下 這個原配很可憐耶 拍到他的時候 他是騎著卡打掐 然後就是很樸實的在過生活 來 我們要問一下遊福老師 我們就來了解看看 什麼樣守面相的人是這樣 他的個性是屬於貪婪型的 只要有好康 他不會放過的 好 我們現在不針對個人 不針對馬個人 我們就是一般的 你的周遭朋友 對 他有這樣的特徵 那有這些長相的 你就注意到 他的個性是比較貪的 好 我這個從貪婪指數 低的一直往高的來說明 首先第一項 這個是大家都公認的 這一個長相好像是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 就所謂的 櫻鉤鼻的鼻子 櫻鉤鼻就是鼻子下來 注意喔 如果這邊有肉不算 如果是這邊 垂下來是很多肉的話 一般我們叫鹹膽鼻 或者什麼之類的 還沒有問題 只要是這樣垂下來 卻是尖尖沒有肉的 這種才叫做櫻鉤鼻 是 我們這樣說櫻鉤鼻 自私自利 徒利自己 唯利是徒 這種的話 他是不管說一定是公家 公家能貪就貪 不是公家他的合夥人 或者他的生意的對手 他都可以向對方貪 這種是櫻鉤鼻 好 再下去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 我這裡畫個手注意 我們一般手是這樣子 伸出來是這樣 如果你要彎的話 會怎麼彎 彎的話 平常會在第二項或第三項 這個地方彎 但是有人是怎麼樣呢 你注意看一下 有人是這樣子 是在第一項 第一項 他伸出來的時候第一項 像我就沒有辦法 我不攤 第一項攤這樣的人的手 注意看一下 我們通常你手彎不會這樣彎 你說要彎 應該是在中間的地方彎 但不像是有人在第一節彎 很像有點像雞爪那種感覺 他伸出來是那種感覺的人 他就是屬於我現在講的這一項了 有到70%了 也就是說他專門追求私利 他做事情都是像這樣 要抓住好處 有什麼地方 有錢財 有銅板 他就往那邊抓過去的 甚至是不擇手段 既然是手 但是不擇手段去彈的 這是第二項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這個也是要做觀察 這個很適合做政治界的 或者做商業 商業界本來就要貪得活應該的 政治界就有點太過分了 但是這個很適合政治界 是怎麼樣呢 它的智慧線的尾端是往上的 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你的智慧線 一般智慧線是往下 或者平的 但是有些智慧線會略略的往上 甚至有的還上到 交叉到上面的感情線 剛剛擠得好像一個咖啡 對…這樣子的 就勺子的感覺 這種非常適合走商業界 經濟界 那是他應該要追求利益 這種還真沒見過 但是政治界的話 就是那這不得了 是一等的貪官 觀眾朋友 你哪見過這樣子的手相手文信 拍個照上傳我們秘豪玩的 對 紅米湯姐 給我看一下 好像沒見過這種 稱讚這種人 他做商業的話很好 走商業的話是大老闆 對 老闆 他如果算就盡量賺 買他的股票一定對 問題如果是政治界就錯了 是啊 就貪得無厭 好 最後一項 各位看一下 我把這個貪婪子豬 裂到最高90%的 這個你會覺得 沒有這種長相嗎 有 多的是 等一下我就舉給你看 什麼長相呢 他的耳朵的垂珠 一般垂珠是這樣起來 對不對 他的耳朵是這樣子 會緊貼著臉部 這樣子下來的 我們現在看 他一定不會 他是這個 還有一個圓圓的耳型 他會這樣垂下來 連著 有 我也看過 這個就是我就把它裂到最高 就這種人他有小聰明 頭腦很好 但是不知足 貪得無厭 有貪一定要貪 這種很奇怪 一般來講 因為他有那種個性 夫妻之間也有點無情 所以夫妻之間相處也不好 但是我們以他一般對外的話 他是貪一直要要求錢財的 所以我把它裂到最高分的 是… 等一下我就舉這種人給你看 好 真的有這種人 一般有這種人 老師你要指名道姓的指揎人 不…我們多指導的人 是 但是我們現在 這邊就是剛剛 我們這個事件的主角 葉世文先生的面相 你就是看他的耳朵 把他所有圖片拿出來看 真的 他的耳朵 是這樣子連下來的 老師 他的鼻形好像也是屬於那種 鼻子他當然還有點肉 但有點像英勾 但基本上他還好肉有 但至少他這鼻子收起來 深藏不落 就是這事情 他是應該是 好好的隱藏在開始的時候 隱藏得很好 好 我還是在講他的耳朵 你們注意看一下 任何一張照片 他的耳朵這個耳垂是 連著 緊貼著臉部的 就是剛剛我把它列到 最高分的地方 另外我再強調一下 葉世文除了這個耳朵之外 再看一下注意他的長相 他有一個叫破符文 符就是浮氣破掉了 破符文 下巴這邊一般沒有線的 一條線 不是皺紋 它是一個紋 就這樣下來 我也見過 有一條橫的線 那我們都知道 在臉的話 這個地方叫做老年 破符就是說 年輕的時候可能賺很多 或者中年賺很多 但是最後它會破掉 老師有一種 你說這一條紋路 有一種是它這邊 會突出來有一塊肉 那種算嗎 有一點像 肉不算那不算 蘋果下巴那樣 其實因為我們這邊 下嘴唇跟下巴之間 有時候折在一起 絕對會有一條紋 但是那不是正式誠實文 只是皺出來的 注意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這怎麼形成的呢 我不知道它當是什麼 在人的一生中經歷下來 才會跑出來這個紋 破符 破符 就是說它最後的結局 是破掉的 破除的 是不好的意思 但是其他的 一般人大家看得懂 例如說你看它的口角往下 很固執 額頭高 很聰明 還有它的臉上有一個特色 它的這個毛 扶鬚都不多 你看它眉毛很淡 不算是很多的 它的扶鬚也是很淡 這種我知道 我們人像學叫做三輕 就是反過來講就三重 三重就是很多 毛髮多 眉毛多 扶鬚多 是像郝伯春這種的 郝伯春這種毛髮多的 扶鬚多的 那種表示說 它個性會比較豪放 比較強烈 那這種是比較謹慎 就是多很少 眉毛也少少的 扶鬚也少少的 鬢毛也少少 看起來都不是很多的 這種男人 顧正普就是這種長相 叫做三千格 三千格就是 這種事情是很謹慎小心的 深思熟慮型的 但是深思熟慮型的